马克龙一句话引来了五国抗议 欧盟内部的霍根被美国狠狠拉捏住了 欧盟要改变现状恐怕难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中文 talk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欧盟的霍根被美国拉捏住了 早些时候马克龙表示 为了俄乌和谈能够顺利开展 西方国家就不能忽略俄罗斯的安全需求 其实这是非常中肯的一句话 也是目前最有可能结束俄乌冲突的一种方式 但这对于某些国家来说 就是绝对的政治错误了 所以马克龙发言的当天 就被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强烈批评 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虽然法国后来解释过 说这是他们构建俄乌未来安全架构的一部分 但对于这些部分国家来说 反俄不彻底 那就是彻底不反俄 所以在那之后 没多久 波兰 斯洛伐克 以及波罗的海三国 又向法国发出了正式外交交涉 以表达抗议 显然是想逼准马克龙收回 保障俄罗斯安全的说法 继续在反俄的路线上冲锋前阵 马克龙最后会改口吗 按照以前他在阿尔斯通事件 以及澳大利亚潜艇事件中的表现 他举白旗的可能性或许还是挺大的 但无论最后马克龙会不会改口 这些国家来了这么一出 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全世界 欧盟内部已经是越来越撕裂了 成员国想改变现状很难 但这又应该怪谁呢 现在的欧盟或许有少数特例族行的 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方是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老牌的西欧国家 另一方则是以波兰为代表的新兴的东欧国家 前者建立了欧盟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发展经济 同时防止美国一家都大 像什么大欧洲的概念 那都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 而后者加入了欧盟 因为距离俄罗斯太近 安全保障其实才是他们最在乎的东西 这就有了分歧 同时这种分歧呢 不仅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 反而会越来越大 所以早在后者加入欧盟的那一天起 欧盟内部的货根就已经埋下了 要知道西欧国家是无法为东欧提供 他们最想要的安全保障的 毕竟就连他们自己的安全 都掌握在了美国人的手里 所以自然而然的 为了获得充足的安全感 东欧国家就将目光投向了美国 而美国呢 也需要欧盟内部有自己的代言人 从而方便它影响欧盟决策 甚至是掌控欧盟 所以我们也别老说这些东欧国家愚蠢 他们一直紧紧跟着美国走 是有共同利益在的 也正是因此欧盟的货根就这样被美国给拉捏住了 而被美国拉捏住了 欧盟再想回头可就难了 这反映到俄国冲突上就成了我们看到的今天的现状 欧盟一边割自己的肉 喂到美国嘴边 一边还有把脖子往脚锁上套 还问俄罗斯怕不怕 即便有少数国家看得清现实 知道这是自取灭亡之路 但只要想改变现状 立马就会被东欧那几个美国代言人国家咬住不放 最终不得不屈服 只不过随着俄欧冲突的影响继续扩大 欧盟内部的撕裂只会是越发严重 当裂痕大造法国和德国这两大领头羊的损失 大造再也无法用欧洲一体化的野心来说服自己时 欧盟会不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呢 这还真是本质的期待的事情 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